实锤了啊 三亚租车涉嫌敲诈勒索 6人被刑拘 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本人作为曾经在三亚租过法拉利的亲身经历者 也可以说是受害者吧 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下关于我 上一次在三亚租法拉利的后续是什么样的 最近呢三亚租车的话题又突然火了 是怎么回事呢 3月中旬也就是315那天 突然有很多粉丝在一个视频里下at我 或者给我发私信让我去看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去看了 原来呢是赛雷化车这位博主发布了一篇名为 三亚租车必备坑 全程揭秘黑心套路的视频 我给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 这位博主来到三亚 他租了一个带院子的别墅 先是租了辆劳斯莱斯 在交车的时候商家让他买保险 还声称如果你不买保险 验车的时候必有伤 然后他们就买了这个保险 之后呢把车停在别墅的院子里 24小时监控 第二天还车的时候顺利的还车了 之后呢他又租了辆法拉利 同样在交车的时候商家让他买保险 第二回呢他就坚决不买 把车停在别墅的院子里 全程就没有碰过车 然后全程24小时监控录像 结果还车的时候就验出商来了 跟我当时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相似 这个时候呢商家就开始要求赔偿 什么维修费 折旧费 停运费 各种费用就上来了 然后呢就报了警 当最后这位博主 把24小时监控拿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商家就赶紧退了押金 灰溜溜的跑了 看完了这位博主的视频呢 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上一回租车的各种疑点 也随之解开 我当时租法拉利的视频 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 全网的播放量加起来有上千万 给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 我当时的经历 那事情的经过呢 是2022年的4月23号 我在海南三亚 用1350元租了一辆法拉利 带着老婆孩子在三亚游玩 全程用车呢也是非常小心谨慎 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和磕碰 但是在还车的时候还是被检查出来 轮毂上有磕碰掉漆 最终赔偿了维修费 折旧费 停运费 共计3500元 想看这件事情 全程经过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主页搜索法拉利 租法拉利的事件 我专门有做过一期视频 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2022年的4月23号 但是我的视频呢 是在2022年的10月9号才发布出来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懂的 我的视频脱根严重 第二点也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 其实当时我心里是很不服气的 我当天晚上就想把视频做出来曝光他们 但是考虑到带着家人在外旅行 还是挺忌惮他们的抱负的 毕竟我租车的那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身上 都有纹身 所以呢 就等到回到新疆之后 才把视频发出来 视频发布出来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当时三亚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我 因为那段时间私信我的人 加我的人非常多 莫名其妙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也是担心有人冒充官方人员 我还特意让他们出示了工作证件 以及单位的证明 那我才配合他们调查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话录音 可能综合执法局已经跟你联系过了是吗 嗯 对 有一个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过 我们现在在一起 他说他加您微信了 加您微信了之后呢 就是说现在公司到现场过之后 我们也跟他大概了解了一下 整体的一个事情经过 然后好 给你们中间做出一个调节 我根据您所发的视频 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了解到的是 就是首先第一点 这个车辆是没有备案的 车辆没有备案的 然后按照小卫星客车管理办法里面 就是说咱们现在租赁公司 包括车所租赁的车辆 必须要备案登记 如果没有备案登记的话 咱们三亚市综合执法局 会对他们这个公司 有一个相应的处罚 这是第一点 给您告知一下具体的处罚金额的话 因为我这边是三亚市交通局的 具体的处罚金额的话 能够说由三亚市综合执法局第三支队 给您答复 就是您加微信的那个人 到时候他们的一个处理 他可能会给您答复 然后我这边主要做的就是说 针对这个事情 给你们做一个双方一个调解工作 就刚才我跟公司的他们那个法人 王总那边我也跟他沟通了 我也把这个事情跟他讲得很明白了 然后他那边也同意我的一个调解方案 就是说要求公司退还您的停运费用 您是否有意义 没有意义 打个比方来说 现在去到法院 法院肯定也不支持公司收取停运费用 也就是说3500减去一个车轮维修的800 减去一个240凑整就按照1000来 按照1000来的话 就是说公司现在同意退还 就是大概在2500的方向 我让公司的法人跟您去沟通清楚了之后 如果您同意的情况下 他们通过他们的那个方式 给您退还回去 这个是收取不当的地方 好吧 好 明白 然后我想再问一下 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诉求 或者需要我们帮您处理解决的问题 这个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是交通局这块暂时先处理在这里 然后因为是想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旅行的话 是多顾门点头的 因为是中国这把局是作为嵌头单位 然后他们这边就是说 如果要是认定可能是存在的诈骗 或者其他的那个形式的话 会交给公安或者司法局那边 去进一步的收集政治 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 我所看到的证据 我认为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专业人士 这个我不知道公安的 他们的那个啥 就是收集证据这块是不是齐全 我只能给您去先去沟通 先退还这个多余的情境费用 这个事情好吧 好的好的 请就行 然后我后续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部门 包括中国这把局 可能会给您反馈一下 我们的处理结果 然后我到时候您 您又配合他们就可以了 那行那就打扰您了 好好好谢谢 很快呢我又接到了租车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喂你好 老板你好 那个我是那个三二这边租车的那个负责人 因为刚才我接到那个部门的电话 我这几天就是家里边也是出了点事情 反正没看那个我也不经常玩走业 主管我们的领导 反正那个交管那边部门 反正说那个让我做点走业 搜掉这个事 反正我是刚看到 因为我我在老家了嘛 反正那个领导跟我说 说那个你看出这事怎么办 反正那个今天我一早晨我就忙了 我到接了四五个部门的电话 反正说那个跟您协商这个事 啊就是那个咱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轮骨的问题嘛 啊对 啊反正那个 我这也是接了一早晨电话了 反正那个领导们也都很重视这个事 那个咱现在就是那个 大哥你看他商量商量你看那个 就是该那个承认的所有东西 因为当时我不在现场 那个您也没见过我 应该是因为我确实没在现场 反正那个一直就是咱家那个两个 那个员工跟你沟通的处理这个事情 是吧 对 一男一女是吧 对 因为我当时我也没在现场 说实话那个 我我我头看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那几天也是事情比较多 体力不足的 反正我也是刚知道这个事 反正那个我领导说是4月份 4月23号的事情应该是 嗯 是吧 4月23号你用了用了一天 对 其实咱说实话大哥 这个咱车确实是那个 呃咱别管怎么来的 确实是那个出伤了是吧 对 反正您看看就是修车的钱 咱确实也是修车了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您看这个他们要这个庭院费 是不合理 反正那个确实是不合理这个东西 因为咱说实话咱车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反正这个东西我该给您退 我给您退回去 反正刚才那个领导也跟我说了 说那个你们那个 要这个庭院是不合理的 反正让我给您退回去 然后我说哎呀 我说这几天家里也是太忙了 反正没看 一直没关注这个东西 我呀一会加您的 微信或者什么的 反正我给您退回去 行吧 啊好好好 行啊 反正那个你看 咱商商商就是 都是个自媒体力量大 是吧 就是那个 我觉得您看看能不能 把那个视频给删一下 删视频这个删不了 行行行行 出去修车的钱 反正就是那个 得给您转两千块钱是吧 啊对对对 啊行 那个东西都无所谓 但是那个 呃 我给您转过去 但是去 呃 行 我也不多说 行吗 啊 好好好 行吧 反正我加您这个水几号 不就行吗 是吧 啊对 好 行行行行 好 挂了电话之后呢 租车公司负责人 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给我退还了2500元 啊至于再后来呢 那执法部门也对这家租车公司 展开了调查 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 我也没有办法证明 轮毂上的磕碰 不是我造成的 毕竟我当时没有 24小时的监控录像啊 警察呢 也没有找到他们公司 故意破坏 敲诈勒索我的证据 所以呢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最终付出的费用呢 是租车费1350元 和维修费800元 共计2150元 这个结局呢 还算是满意吧 多少是追回来了一点啊 那到目前为止啊 我的微信里还有这位 租车公司负责人的微信啊 我还能看到他的朋友圈 自从他给我退还了2500块钱之后呢 我跟他之间就在没有任何的交流 但是他也没有把我拉黑 我也没有把他拉黑 我们还能互相看到对方的朋友圈啊 就是这么微妙的一个关系啊 可以确定的是 后来他的租车公司 还在正常的运营啊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对他造成 非常大的这个代价 也许就是推了点钱 然后罚了些款 但是他的生意还是照做啊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很难维权啊 要不是我在全网 有几十万的粉丝 再加上我租车过程中 录了很多的视频 也算是记录了一些证据 并且呢 发布到网上 引起了一些舆论 不然我这次租车 根本是追不回那2500元的 停运费 所以呢 普通人被坑 几乎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认栽 在我的视频发布之后呢 也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同样也是在三亚租车 被坑的朋友 或者呢 是正在跟租车公司打官司的人 联系到我 想让我帮忙曝光他们 但是呢 这些人都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 哪怕是多拍点视频也好呀 什么证据都没有 所以呢 我也是无能为力 所以呢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做任何事情啊 多留个心呀 该保留证据还是要保留证据 平时没事 多录录视频 最后呢 给大家一点建议 去三亚旅游呢 尽量不要去租豪车跑车 能不租就别租 风险真的太大了 我今年春节不是在海南待了两个月吗 很多粉丝调侃我 让我再去租一辆法拉利 我没有租啊 因为我深知这里面的风险和套路 但是普通车还是可以租的 大家不用担心啊 租豪车和租普通车 完全是不一样的 普通的大众车 大家随便租 那些正规的租车公司 和那些大的平台 做的都比较良心 那我之前220一天租的特斯拉 体验就非常好 别去租豪车跑车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海鲜这一块 海鲜这一块怎么说呢 不要去碰你不懂的种类 比如说你知道石斑鱼是25元一斤 那你就去买石斑鱼就可以了 你就买你懂的 因为海鲜的种类实在太多了 光是石斑鱼就有很多种 什么星星斑月亮斑 身上的这个斑点 大小图案不一样 能给你分出几十种来 换一种名字 那价格就是不一样的 很多在海边的老渔民都分不清楚 更何况是咱们游客呢 我看今年有人在三亚的海鲜大排档 随便点了几个菜 就花了大几千啊 我2019年的时候 在北海的大排档 也是随便点了几个菜 就花了1000块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随便去海鲜大排档了 这里面的套路也是非常的多 有些无良商家确实也是黑心 后来我们都是自己去市场 买回来自己做 要么就去吃海鲜自助 尤其是星斑酒店里面的海鲜自助 用餐环境又高档 菜品质量也高 服务也好 关键是还有服务 只不过呢 就是海鲜的种类 没有那么的花哨 海鲜嘛 不就是吃一些海鱼 虾 螃蟹 还有八爪鱼 鱿鱼之类的 自助餐这些品类都有啊 星斤酒店的自助餐是绝无套路的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套 非常详细的海南自驾攻略图 这套攻略图包含一份攻略图 和一本详细的文字说明 这幅地图呢也非常的直观 大家来看 红色的线路就是主流线路 这上面把海南所有的大众景点 小众景点 大卡点都标注出来了 非常的直观 这本文字说明写的也非常详细 它会把环岛自驾的行程 合理的拆分成各个小段 帮您计划出最合适的玩法 每一天的路况总览 游玩节奏 每一个景点建议停留的时间 以及景点的介绍 价格等等 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大家如果要去海南 不知道怎么玩的话 买这一套攻略图就够了 我妈就特别喜欢这一套攻略图 因为在手机上看地图屏幕太小了 而且也看不全 大地图看起来很直观 再加上它不会用那些攻略APP 看这个就很方便 想了解更多关于海南旅行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我 2023年我们一家人来到海南过冬过年 全程我也是拍视频记录了下来 后期会出一个系列的视频 我创建了一个合集 2023举家迁徙海南过冬 这个系列的视频 目前正在更新中 本系列视频采用4K60帧HDR的制作规格 大家可以收藏这个系列的合集 感谢大家的关注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